在最近圍繞台灣聯合利劍的軍演中 一架配備先進瞄準吊艙的台灣EPS-16V 成功追蹤了一架中國殲-15戰機 這種互動不僅顯示台灣不停增強監視能力 亦突顯了台灣爭奪戰場信息戰的實力 追擊手的先進瞄準吊艙 已成為台灣EPS-16機隊的核心資產 這個吊艙配備了紅外線和光電感測器 能夠精確追蹤和識別空中和地面的目標 這個系統在領空經常發生爭奪的台灣學合尤其有價值 這種情況下台灣F-16利用到追擊吊艙、監視和追蹤中國殲-15戰機 當他們進入台灣防空識別區的動向 亦為台灣指揮當局提供即時的影像和資料 殲-15是解放軍海軍的主要艦載戰鬥機 已經在遼寧號和山東號等中國航母上部署 這個戰機是俄羅斯蘇-33的衍生型號 解放軍利用殲-15在台灣東部進行有力反介入戰略 阻擋外國空軍支援台灣 這次遭遇戰亦證明了台灣對F-16戰機機隊的利用 這個機隊在近年經歷了重大升級 F-16V是標準F-16的增強型 現在配備了現代的雷達系統 AN-APG-83 ISA雷達和增強航電設備 令台灣能夠遠距離追蹤到敵方的飛機 亦能夠收集到有關的情報 在這個案例中 台灣的F-16不單是適時追蹤了殲-15的運動 亦都提供了有關飛行的路徑、速度和高度的寶貴數據 這種即時追蹤的能力 對於評估今次飛機的意圖是非常重要 尤其是當它可能為更大規模的軍事演習 或者在台灣防禦反應時間的測試來說是非常重要的 追擊的吊艙和附屬的系統 仍然為台灣在空對空的遭遇戰提供一個關鍵優勢 在台灣可以遠距離去探測和追蹤中國其他飛機的情況下 他們可以採取適當的防禦反應 就不需要直接進行戰鬥 吊艙能夠鎖定幾英里以外的目標 和台灣已經升級了的飛彈系統結合 令台灣能夠有效保護他們的領空 尤其是美國最近提供給台灣LINK-16的系統更加自由用 例如去面對對方數量更多的4++戰機 甚至乎1200都有一戰的能力 台灣可以證實自己是保護自己的空戰上有優勢的能力 We will be inept in route 並未能熱 assurance sonra派 recon對應